这是1979年中国解放军跑红越南的镜头 2月17日中国调集9个军29个步兵师 共22万人 分别从西线云南和东线广西 对越南北部发动突袭 解放军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就攻占了越南北部20多个重要的城镇 虽然这次战役从整体上很顺利 但是那时候越南全民皆兵 镜头中是越南河内百姓 在挖战壕备战 连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拿起武器上阵 越南之前已经打了30年仗了 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受过军事训练 而且几乎都枪不离身 我军纪律规定不允许伤害妇女儿童等百姓 有的越南女民兵伪装后 给我军送吃送喝的 实则趁我军不注意杀害我军战士 田间的老太太在我军路过时 还用中文打招呼 但是等我军走过去后 转身就掏出枪对着我军扫射 一些儿童小小年纪 也被训练得有模有样 经常有孩子装作打闹嘻嘻 向我军靠近 然后突然袭击打死我军士兵 我军吃过不少亏后 就渐渐不让越南百姓靠近了 可见越南的战争动员力非常可怕 我军东线部队攻克的第一个目标是同登 这里越军驻扎了第三师第十二团 正是该团在友谊官耍枪弄炮杀害我国边民 该团曾经叫嚣的 打到友谊官吃早饭 打到南宁过春节 我军只用一天就歼灭了该团 我军西县部队攻克的第一个目标是老街 老街有中国原舰的发电厂 也有法国人修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 越军都用来对付中国军队 但是中国军队只用两天就攻入了老街 越南当局曾经在老街大肆驱赶华侨 而且还抢劫了五万家华侨商店的财物 沈无分文离开的华侨在路上还被毒打 这是红河上的铜灯铁路桥 它曾经是中国原越抗美的重要枢纽 现在却被越军炸毁 但是中国铁道工程队迅速修复了 这是我军攻克朔江之战 朔江县山高林立又分布着数百个冗洞 它是越军的天然隐蔽战斗场所 主守此地的是越军346师 246团和851团 该军狂妄宣称中国军队要通过这里 起码要打三个月 用一万具尸体扑到朔江 在我军1220主力部队强攻下 历经五天激战攻克朔江 画面中是被我军俘虏的越军和民兵 此时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嚣张 这里面包括了不少越南女兵 他们擅长在山林里打游击战 但是遇到我军这个游击战的鼻祖 也顿时没有了办法 高平之战堪称为一场硬仗之中的硬仗 解放军从正面强攻带势不及去 主攻部队则分为两路直插敌人的后方 用坦克翻越了不可能翻越的高山 出其不意地打击了驻守高平的越军346师 中国军队只用了八天就占领了省会高平 镜头中是解放军打扫战场时搜缴的武器 这些绝大部分都是苏式装备 它们主要是越南战争时期留下来的 也有一部分是苏联近期提供的 其中越战时期的武器大部分是中国制造的仿苏武器 当年中国优先供应援越物资 只要越方需要的 有现成的就马上给 甚至抽掉人民解放军的装备 没有现成的就立刻组织生产 中国还派八千工程人员铺设了五条 圆越野站输油管线 总长度159公里 中国通过这些管线向越南输送柴油和汽油 近130万吨 占了越南北方当时总量的一半 越军的仓库里面堆满了中国的圆越物资 物资上赫然印着中国字样 这些物资约合40亿元人民币 可装备二百余万人的部队 要知道越军身上穿的 手上用的以及嘴里吃的都是中国提供的 而当时中国国内老百姓生活却非常困难 现在越军却用它来攻打中国军队 这些是被俘虏的越南军人 他们当中的许多指挥员是在中国培养和深造的 高级指挥员在南京军事学院 和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越南班培训过 营连级指挥员则由桂林步兵学校陪训 中国军队完成作战任务后 又返回头把躲在丛林山洞中打黑枪的特工 全部打扫出来